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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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呢我去过好几次美国 然后一般都是线下跟老师们就座谈交流 然后另外我也有很多在北美的一些群里 我在这些群里面是虽然比较活跃的经常跟老师们分享一些东西 可能在座的有些老师应该以前也接触过 以及见过我所分享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一次呢是正式的向大家 介绍一下我做的这些内容 然后主要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课件制作到底可以做到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以及呢一些简单的一个操作 和让大家能够很便捷的去替换我的母本应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我这个讲座里边 就是没有太多的理论方面的内容 因为我觉得我们并不是做这个研究 这个实际操作的 所以呢我不给大家介绍理论的东西 大概的就介绍一下课件的发展 也就这一页啊 首先呢这个PPT是大家最常用的 老师们应该大家都有接触到 而且都有一些基础 那这是课件的1.0时代 虽然它是1.0时代 但是呢它实际上是贯穿始终 从一开始它的出现一直到现在 在我们这个教学工具上都占有主导地位 第二呢我觉得发展到后来 它有一种增强版演示工具出现了 那就是像Price 后面这两种Fox Sky和那个Xlite叫斧子 这后面两种应该是因为Price 它的中文化做得不太好 所以很多就是一些中国的企业 开始模仿Price开发的一些演示工具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转场特别的酷炫 然后Storyline实际上是一个专业的 课件制作工具 它跟后面的三者是有区别的 但是它特别的贵 可能试用30天之后 应该是8000多块钱吧 正版是 所以呢这个 除非是学校购买 老师们一般可能很少自己去学习制作 但是这个Storyline它的 它的课件制作呢 就能够弥补PPT里边的一些交互性的问题 交互上的问题 一会儿也会说到PPT的这个特点啊 然后第三个呢是H5平台工具 是最近才发才那个兴起的 那这个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平台 它并不是客舰平台 大家现在看到很多新媒体 包括我们在微信上看到很多这种移动的广告 就是移动页面相当于 整个都是用H5做的 包括中国现在内地很多的新媒体 都在使用H5去制作他们的内容 那前阵子召开的两会 那H基本上这些出来的 很多比较酷炫的报道 都是用H5的形式来展现的 那它呢实际上是替代了Flash 替代Flash 然后呢它相较PPT而言就是它的动态 它的这个交互性是做得非常好的 它相当于就是一个在手机端PC端和这个Pad也好 它都可以非常好的进行适配的一个制作工具 这个之后也会给大家介绍到 实际上PPT是主流 那我们发展的 我们老师们应该关注的 可能需要跳过第二步直接进入到第三步 因为第二步的这些演示工具 它实际上 它的它的那个酷炫的转场并不是我们制作必须的 我们课件制作应该是以教学内容和教学的呈现 这个为目的去制作 所以呢 我觉得H5是非常适合我们制作课件的一个工具 第四呢 人工智能化工具 这个说的就有稍微有点远 然后呢 这个人工智能化的工具也不是一个老师 就是一个以老师为个体的能够去掌握的 比如说现在一些科技公司 这是他们的发展方向 比如说那个方正研发了一套叫书法 一一一套教书法的一个工具 那老学生写完字之后呢 这个工具可以直接对这个字进行分析 那你哪一笔跟哪一笔之间应该是保持什么样的距离 那你这个字应该是多少分 它就是AI对吧 我们人工智能也叫AI 对它进行一个分析 另外呢 我们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有科大讯飞的语音识别 在上个就五月初吧 然后这个科大讯飞的那边的一个海外主管 还来北京了 我们见面的时候 他说他们要开始开拓海外市场 应该是想针对我们这个行业要做一些东西 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但这个跟老师个人要去学习的内容还是 这个还是太难了 没有必要啊 所以我们现在注重的是PPT和H5这两项技术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PPT 进入正式的主题啊 理论的东西我们就不说了 我给大家会展示很多的案例 那这些案例呢 都是我自己做制作的 很多人问我 你这些东西是不是在别的地方看到了 然后拿过来 不是 所有的东西从设计啊 就是到完成 基本上都都是我个人现在是 所以呢 没有版权问题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 可以给发过去啊 首先呢 我们看看大家在进行汉字讲解 解的时候 一般呢 可能就是把汉字放上去 然后加一个拼音对不对 在PPT上 那我们其实可以 当然现在有很多这种笔顺 就是你可以一笔一笔对吧 这个是我在控制啊 一笔一笔 然后呢 这种笔顺你们可以在很多地方找到 对不对 在网上有很多这种GIF的那种动画 你可以下载来植入到你的PPT里 但是呢 你也可以自己制作 我前段时间分享了一个工具 一个一个资源 HSK一到二级的三百多个汉字 我把它全部进行了拆解 就是说每一个笔顺 我都给它拆解下来了 有的老师可能已经看到了 因为那篇公众号的阅读量 应该是在一万五千多次 我们后台的这个资源的下载 也是惊人的 那么拿 做什么 这就是一个例子了 就我们可以给它做笔顺 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 只是在每一笔 因为我的素材给你的时候 它就是所有的这个笔顺都是分解了的 那你只需要在每一个笔顺上面 去做一个擦除的动画就可以了 好 这种情况就是说 它相较你在网上当下来的那些资源而言 你有更高的这个灵活度 对吧 有更高的灵活度去控制 那我们也可以说 比如说我要讲这一笔 我要讲这一笔 老师要强调某一笔的时候呢 可以去进行任意的去点击操作 让学生的注意力能够跟进 那这是一个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 比如说我们要讲这个 稍等一下 对不起 有点快 嗯 稍等 这是 哦 这里可能有一页被我删除了 同时呢 就是我们还可以对这个字进行变变 变呃 去变形 对吧 加一笔 或者是减一笔 我们也可以分析它的结构 比如说我们把上半部分变成红色 下半部分变成绿色 来解析它的这个汉字结构是上下结构 是这样的 嗯 这样 我很 有一些人说你这是PPT做的吗 是直接还是说需要用一些插件 嗯 我今天分享的关于PPT这部分的所有内容 都是纯粹的用PPT来进行制作的 版本呢 是2016 但是2010也是可以做的啊 嗯 2016可能有一些细节上的改变 然后呢 我们 不需要任何的插件 因为我们 我觉得作为老师来说 不应该去呃 就是去在技术上面去做太多的学习 因为这个很费时间 对吧 我们要 我们都是去挖掘PPT本身有的这些呃 有的这些功能 那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还能做什么 刚才学习的是一个汉字结构的一个整体的分析 那么我们还可以对笔顺做一个讲解 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习了几个简单的笔顺 想让孩子们进行练习 那我们可以给他们做这么一个游戏 这也是PPT做的 然后呢 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在这三个汉字里边找出带点的汉字 如果你找成功了的话呢 这个 孙悟空就会往上爬楼梯 如果说你找得不对的话呢 他会出现一个不高兴的脸 那现在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往上走 一直到他找到这个 一直到他爬到最上面 如果 如果是点错了的话呢 还是不高兴 好 现在这样的话 他就成功的拿到了一面旗帜 老师们是可以自己做的 另外如果老师们觉得做起来很麻烦 也可以用我的这个母本直接去替换 您只需要把这里面的汉字改掉 然后把那个笔顺也换掉 你一样可以用 对吧 我们同时也可以用这个母本来做不守 或者是主词这样的一些游戏 好 我们还可以呢 我们不知道大家对学生的要求怎样 我每次都会在群里看到有关这个笔顺的讨论 就是说孩子们在学习汉字的时候 到底需不需要按照正常的 就正确的笔顺来书写 如果说大家对笔顺有需求的话呢 那我觉得有这个有这个要求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游戏 刚才我们看到了 首先我们这里还配有了声音 你可以听声音 我们把这个汉字给大家展现之后呢 把所有的笔画拆解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你得按照顺序去把这个字组合起来 如果你点错了 比如说我点错了笔顺 它是不会动的 我必须点到正确的这个笔顺 第二笔必须得点这个 第三笔 第三笔 这是撇不对 我们要找提 好 第四笔和第五笔其实是很多 甚至中国人也会混淆的是吧 应该是先撇 好 当你成功以后呢 给一个回馈 回馈 这样 这是一个 大家看到这样的汉字 其实是当时有一个公司联系 我说能不能批量的给他们做 然后他们想商业化的运作 我自己真的没有时间去做那么多个 但是我可以说 这一个汉字我制作的时间 不超过十分钟 这个真的不跟大家 不是吹牛是真的 就不到十分钟 因为我的素材 这每一笔 我都准备好了 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 HSK一到二级的汉字拆解 我都给它拆好了 所以你要做的只是批量的 去进行一些动画的设计 也希望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 能够跟我联系 我希望老师们一起合作 来把我们的这个 汉字的这个游戏给充实起来 因为大家比较看好这个游戏 觉得不管是对中国的孩子来说 还是海外学习汉字的孩子来说 都是有帮助的 那这是一个 好 我们再看了 再看一个比较丰富一点的案例 这是给国际班的孩子们讲的这个 汉字的演变 国际学校的孩子们 我当时做的是一个有趣的汉字的一个 呃 一个讲座 那这个讲座里边呢 我截取了这一部分啊 我要让大家找一找 哪只鱼是最开始的鱼 对吧 哪条鱼是 呃 一开始就有的鱼 让大家 那这些孩子们 他们学过颜色 对吧 我现在是设定他们学过颜色 所以我把这个圈圈都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 你也可以用ABCDEFG去对这个六个去进行一个标示 好 然后你可以让台下的孩子们一起说 你觉得哪条鱼是第一条 对吧 然后呢 他们会说蓝色的 诶 不对 蓝色的动不了 那绿色的 是不是 过去了 那第二条呢 然后大家会说蓝色的 好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 呃 也是PPT 都是PPT做的啊 然后呢 让大家对这个汉字的演变有一个认识 这个 这个软件 呃 这个部分的难度实际上是在于这些素材的处理 因为你要去找到这些象形字 要找到这些漂亮的字体 还要找到一个好看的模板 对吧 然后呃 呃 整整个讲座的这个完整性 呃 这个部分呢 孩子们特别喜欢 而且呢 因为它是触发功能嘛 所以如果是在白板上的话 或者是在pad上 它是可以自己去点触的 就是呃 它可以自己在手机上玩 包括刚才的那个北 它也是也是可以直接在手机和呃 电脑上进行进行点击呃 玩耍的这么一个 如果学校是那种电子白板 也是可以直接用那个笔去点 然后就可以有这种交互的效果 我今天讲座的这个主题就是交互式 所以呢 我们今天可能更重重重重的就是这个课件 怎么去实现交互呃 至于排板 至于设计 这个可能大家需要自己去花时间去提升 而且呢 这也是我自己正在学习的呃 方面 因为毕竟不是学设计的 差个题外话 就是上个月在德国做培训的时候 在莱比锡孔子学院 当时是因为莱比锡孔院十周年 当时来了很多的孔院院长和他们的 和和那个孔子学院的老师来自欧洲各地的 然后我我们是一个半小时进行分享 然后一个半小时呢 有个工作坊就手把手的教这些老师怎么做 做完之后就是那一个半小时之后 有个老师问我问题 我走过去一看他已经按照我的步骤做得非常好了 就是自己做出来了 但是他做的真的非常漂亮 我当时就说你是做设计的吗 就是他在颜色搭配的这个字体的选择 这个各方面绝对强过我 然后我就问我说你是学设计的吗 果然是 是德国 我忘了是哪一所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 他的本身的专业就是学设计的 所以呢 这块说实话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跟学设计的 我们要做的是课件的整个的创意和设计要好 而这个排版啊 界面我们只能说是尽量做的让学生看着舒服 对吧 好 我们再看看生词的展示 生词的展示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 一般呢 我们进行生词展示可能就是给他一个图 然后给拼音给上汉字 有的会加上英文 但是呢 很多人都批判就是说我们在PPT上呈现的内容 不应该有英文啊 可能各个国家情况也不一样 好 这个是我前段时间做的一个 也是在汉字上做了一些加工 其实也是比较容易做的 我把一二级里面所有涉及到地点的词汇都做了 我们可以问 大家猜这是什么地方 有可能他还没学习北京两个字 我们让他们猜 这是什么地方 可能用你的本土的语言去问啊 然后 然后给他一个答案 大家一看到这个知道 哦 这两个字是北京 可能他会对这个两个字的字形的记忆会比较深刻 我一共做了大概十几个吧 都是地点的 再看看这个教室 对吧 我们看看这个 他们可以通过这个两个字 这两个汉字里边含有的元素 比如说有桌子 有椅子 还有笔筒 有书 有橡皮 那让大家猜是什么地方 那这就是教室 对吧 还有这个电影院呢 我们里边能找到这个爆米花 找到这个座椅 所以大家能知道这是电影院 这其实就是当你知道一个功能之后 你结合这个功能 你就去玩一些花样 然后增加一些趣味性的东西 所以这是生词的一个展示方式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但确实有点花时间 所以我这个资源做完之后呢 也是分享给大家了 就是一个地点名词的制作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学生词 比如说我们现在学这个衣服 我们学的时候 可能就是在展示的时候 只能是逐个的去展示 从上到下 对不对 一般PPT的这种呈现方式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做到了 可以不按顺序的去点 比如说T恤这个衬衫 这个学生们记得不严格 我们可以 比如衬衫 牛仔裤和西装 是学生的那记忆的薄弱环节 那我们可以略过其他几个了 就反复的练习这几个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就打破了 PPT一直是线性往下走的 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实现任意的去 去点击我们想要呈现的内容 这样就很方便了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 游戏 看图说词 挡了它的中文部分 我们只看图 然后让大家说这是什么 对不对 或者说这是什么 好 当他们说出答案之后呢 我们来可以再打开看看 对不对 衬衫 对了 好 像这种情况 然后我们再换一个 这是什么 牛仔裤 然后再看答案 对了 可以逐个的让学生去进行回答 这种动态的感觉 有点像那个 像APP 对不对 像你们在手机上玩的游戏 但实际上这直接用PPT就可以做 而且呢 大家有的时候常常在问 网上有哪些APP 能够学习汉语 当然现在确实有做的好的 对不对 有挺多做的好的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做的好的 不一定能够满足你的教学需求 它的个性化总是不够 这个是很难去契合的 因为它面向的是大众 而你面对的是你自己的学生 那在这种情况 你能就是简单的用这个模板改一改 对吧 生成你自己的内容 也有一定的趣味性 交互性 这一定是很好的 而且难度是不大的 我再说个题外话 因为每次都会有人问我 杨老师 你是不是学理科的 你是不是学理科的 为什么 你做成这样 是不是花了很大的功夫 其实并不是 我就是学文的 我跟大家一样是汉语言文化专业的 然后呢 我进修了语言学 经用语言学的硕士 硕士学位 所以这个我纯文科的背景 我能做到的 大家一定都能做到 而且现在第一步 我希望大家做到的就是 用你的内容来替换我的模板就可以了 我一会会教大家怎么去进行替换 很简单的 所以说第一步 让大家尽量降低难度 毕竟虽然我是 毕竟我从2005年开始就特别喜欢做PPT 所以呢 在经验上来说可能比大家要多一些 但是说实话就是创意 大家有新的创意都可以给我 我可以通过大家的创意去做出一些新的东西 好 这是这一类生词的展示 我们就 我们就再看 接着看下一个 这些这个模板我会给大家发 同时告诉大家怎么替换啊 我们在学习颜色词的时候 现在我要展示一个 我们 这是我在轻松学中文上面发挥的一些东西啊 就是这是轻松学中文的一个课后练习题 我把它做成这样了 我们可能很多老师喜欢做这个活动 课堂活动 比如说我们要进行涂色 对不对 那涂色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手头上 我们不一定有充足的教学时间去 完成这个活动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带 能够在课堂上让大家去涂涂色 这个是挺好的动动手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做不到的话 我们就用这种PPT来弥补一下不足 我们现在要给它上一个黑色的橡皮 我们要找到黑色 好找到黑色以后 好我们现在给它上了黑色对不对 如果你点其他的是没有作用的 然后比如说现在我们要找一把 要给尺子上一个橙色 你点别的颜色是没有作用的 你必须要找到橙色 橙色过去了 一丝类腿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颜色的一个工具 粉红色的彩色笔 那你要找到粉红色 点其他的是没有无效的 我们要找到粉红色 下一个 蓝色的书包 同样我们要找到蓝色 OK 好的这是生 呃就是颜色词汇的展示笔 然后我们再看看 有的时候我们学完了 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听过我之前讲座的内容 可能有一些重叠 但是之前我在给大家展示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当时用的是 一二三四五六 差不多七张PPT来呈现的 七张或者六张 现在呢 我昨天晚上刚对这个案例进行了优化 呃因为可能就是2015年的时候 我可能对这个案例的那个理解 还有一有一点就不够成熟 然后昨天我把它简化成了两页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 其实我们在教汉字词汇什么的时候 有的时候学生觉得我会了 但是他就是不愿意 呃他会了 但是呢 其实是需要继续在巩固练习的 可是学生可能不愿意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游戏类的方式 去让激发他学习的兴趣 激发他进一步巩固知识的兴趣 就是有很多人说游戏会不会太幼稚 是不是只有孩子喜欢 那据我的个人经验 大人也喜欢 成人也喜欢 我现在就比较沉迷于那个各种小程序 因为我自己也是做游戏 呃所以呢 比较喜欢玩 有的时候真的一玩就上瘾 特上瘾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首先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 注意啊 注意力集中一点 点击一下 他会给你展示一下这个生字 这个字呢 大家觉得都很简单 对不对 这是我们好 可能刚刚学过的 我们也学了词 那这五个字是可以组成词的 我们再来看一遍啊 我现在这个全屏的状况 状况下看不到大家说话啊 我应该没问题吧 时超能听到我说话吗 hello在吧 可以可以 啊 可以是吧 好 好 那接着看 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要进行一个组词 刚才这个五个是有三个词 对不对 能组成三个词 呃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会问老师 现在我也看不到 那我就 呃 我想想啊 我自己想想啊 应该是 如果说是点错了的话 会给你一个 让你重新尝试的一个反馈 那如果点对了的话呢 它会 消失对吧 你好 那对了 好 这是一五 然后我们再看看 还有对不对 还有 能找着吗 好 这个对吗 不对 不对的话提示 好 二和四对不对 对 这样的话 你再点一下 它可以翻过 好 然后还有一个你好 然后还有一个你好 还有一个你好 对不对 是三和五 如果点错的话呢 try again 好 再点击一下可以回去 那 几个字去换掉就行了 所以非常的简单 老师们可以用啊 好 下一个 还是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呢 会有一定的紧张度 刚才的可能就是一个记忆游戏 但是你也不给它时间的限制 你只要找到就行 可以下面的按阻 对吧 或者是按人 来你说一个是不是一和五 是不是一和四 让他们自己来说 那这个游戏呢 是一个对对碰的游戏 你如果点错了 它是不会碰的 你一定要 好紧张 在我在这个固定的时间里面 是完成了 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呢 你是要重新再做一遍 这个意思啊 我们再来一遍吧 可以外套 对不对 然后呢 衬衬衫 错了不行 好 这个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模板我会给大家 给大家以后呢 大家可以去替换这上面的图片 我当 我等一下会以这个为案例 告诉大家怎么去替换啊 然后我们再看看 语法的展示 在讲语法之前 我再说一下 这个制作的难度 第一 因为很多老师真的为难情绪比较大 然后呢 其实第一 简单替换 这第一步 你肯定能做到 非常简单 第二呢 是学习制作 这个是你有创意 但是呢 姿姿老师呢 不了你 你必须得自己做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可以去学习功能 怎么去实现 你的每一个想法 这个可以从 从简单到到难 对吧 一步一步来 然后如果说有好的创意 我们是可以合作一起去完成的 然后呢 这是第二 所以呢 只要你对这个感兴趣 你想做 有意思的课件 就可以跟我一起继续学习 交流 好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语法 我要给大家展示的这个语法 2015年的时候呢 我就呈现过 后来呢 江丽萍老师 HSK标准教程的作者 他们在北语有一个国际汉语教学研修班 他基本上每年都会拿我这个为例子来讲 而且告诉大家 这是姿姿老师做的 特别的注重版权 非常感谢 然后那个 嗯 这个案例的来由 是因为我当时刚才石超老师也说过了 我 学当编辑 语言大学出版社 当编辑的时候 我的工作是营销编辑 也就是帮大家解决问题的 当时我们有一个群 一个QQ群 挺挺多人的 现在差不多2000了 嗯 这个群里面常常会有老师提出一些问题 当时有一个新手老师说 我明天要讲差一点 和差一点没 我自己差点没晕过去 因为实在是 太太绕了 讲不清楚 这个时候很多老师就来给他出主意 有的呢就写一段一段的话 有的呢也给他发个图 然后说应该怎么讲怎么讲 嗯 结果这个老师还是没有没有没有解决问题 哈 我就说那你等我一下 我明天给你发个课件 我试试 就有了这个课件 好 我们一般的去呈现语法的时候 可能就到这一步例句一个一个上 好老师开始讲 开始华开始讲 其实这 我们需要给他做重点 对不对 要重点进行分析 我们一组一组把例句 放出来之后 我差一点就考上大学了 我差一点没考上大学 这是一组 对吧 赶上火车是一组 买到票是一组 一组一组呈现出来之后呢 我们做一个 重点的一个展示 让学生把注意力 就是集中在这黄色的部分 然后告诉大家 黄色这个部分 考上大学 你问大家 考上大学赶上火车买到票 是好事还是坏事 那老师们会说 学生会说好事 对不对 当他这个黄色部分是好事的时候 差点和差点没 他有两个结果 我差一点就考上大学了 是差的结果 不好的结果 我差一点没考上大学 这是好的结果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两个 差一点和差一点没 他们的意思不一样 我们要分析 这个时候差一点和差点没 好 我们再出一组新的 好 我差一点就迟到了 对吧 忘记他的生日 饿死 这个 让大家分析 这个部分怎么样 一定是不好的 告诉学生 如果这个绿色部分 是不好的情况的时候呢 那 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 都是好的结果 所以呢 我们再个总结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差一点和差一点没 是一样的 讲到这一步以后 再给他 一些练习 首先看到这个 一定是一个坏的结果 对不对 然后再分析 分析哪个部分呢 分析进球 对不对 进球是好事 一个坏的结果 那么一定是差点 所以就说 他差点进球了 所以这个学生 如果真的理解了 就是刚才PPT的 这个语法呈现的内容的话 他就能很快 两分钟 他就能够掌握 能够起码能够答题 对不对 不说能够造句 但一定能把题给做对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掉下去 对不对 我们首先看 掉下去 是不好的事 那么他整个的结果 是好的 这两个 差点和差点没 是都可以用的 好 这就是我们对语法的一个分析 这个是语法部分的 这个语法后来发到群里之后呢 我们我们老师 很多老师都用这个讲 结果呢 都说挺好的 讲得特别清楚 学生一下就记住了 学会了 好 但再反过去想一想 刚才的这个 讲语法的这一整个部分 他没有任何酷炫的 技术动画 对不对 没有 所以他只是一个清晰的条理 这个就是把注意力 把学生的注意力 一步一步的引到某个地方 然后对某一个部分进行拆解 这个其实都很简单的 每个老师都能做到 这个就是设计的问题了 只要你能设计好 就能够把它讲清楚 这是一个把字句的案例 在把字句里边 我们常常用到的是路径动画 这里边也没有其他的 只是一个动画 就是路径动画 比如说我们现在 可以说 让学生说怎么样 把桌子搬到房间中间 然后可以让学生说 把花放到桌子上 把盒子怎么样 把礼物怎么样 把椅子怎么样 把门打开 这个案例是我们 国际汉语教学参考案例 那套产品里边的 这个场景呢 是那个 这是一个 大家看到这个房子 搜的网站 那个网站里边 有各式各样的房子 你可以去 去去看 即视即听 也可以用这个来介绍 比如说学生要上到 这个租房子这个课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里边的一些 房型拿过来 它也都是3D的 还挺好的 就是看起来很直观 然后呢 我就找了一间 你也可以设计 比如说你现在要设计 什么样的房子 门放得开在哪 这都是可以自己画的 这是我们当时 那个作者 于淼老师 他介绍的这个网站 然后呢 我给做成的这个 动画效果 所以这个 包括这些家具 都是可以选的 这家具都是一个一个的元素 就是你可以在那个网站上去 去挑选 你这个房间里面的布置 你需要什么东西 包括这个桌子 都是里边的 所以 我不过那个网站 我得再找找找 找到了以后 跟大家分享一下 做做那个 房间的布置 这样的 租房子 这样的话题 都都挺合适的 好 刚才所有的这个动画 只是一个路径 就是把它从一个地方调到 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 简单的路径动画 我们接着讲课文 时间还比较紧 因为我要把 后面还会有一些 制作方面的演示 所以呢 可能稍稍讲的 讲的也有点快 课文的展示呢 大家可能有点发愁的 就是需要自己去敲 对不对 把那个课文上的字 瞧到这个PPT上 我觉得这个还是必要的 当然现在有很多 就是识别的这种方式 对不对 能够拍照识图 拍照以后 可以把这个文字 全部给你抠出来 然后因为如果让学生 在看课文的时候 直接都看着自己的课本的时候 注意力不会太集中 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对吧 然后所以我们还是建议 就是大家能够集中的 把视 就是把这个视野 都集中在一个地方 好 观察每个人的反应 这样更有效率 好 这样的一个呈现 是很 很多老师会做的 对吧 就是拼音 然后加对话 这是最简单的对话 我们呢 给他加了一些元素 比如说 我们可以把拼音去掉 然后可以把拼音加上 这其实可以通过 一个按钮实现 但为了直观一点 我就做成两个了 加拼音 不加拼音 好 在不加拼音的时候 我们来 我们现在是角色A 我们要扮演B 对不对 我们现在把角色B的 掉出来 扮演A 但是我们现在课文 不太熟 好吧 那我们再把你的拼音加上 就是你可以随意的去组合 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背诵课文 让学生不断的去熟悉 这个简短的课文 那这是简单的对话 如果说是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说是课文 这种长课文 来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阅读课的时候 一定要让学生真正的读了 可能这种竞技式的这种消失的方式 能够引起他的一个紧张感 让他真正的对这个课文会感兴趣 我在现场做讲座的时候 读完以后 我就会听到有的人笑 有的人没笑 那如果是笑了的 他一定是认真读完了的 如果是没有笑的 有可能是他笑点太高 也有可能是他没认真读 对吧 好 这种情况呢 我们 我们就是左边这个按钮 我设定的是出现文本 然后右边这个速度呢 是控制一个动画的开始 刚才看了一遍 对不对 看完一遍 这个速度呢 大家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我们再看看这一片 好 大家看这个擦除的速度就特别快了 这个速度呢 是可以直接 我一会儿就可以教大家 怎么去调节这个速度 可以根据你学生的水平 来进行调整 我最近也看到很多 我昨天好像 昨天在一个 也是北美的群里 看到有一个掉落的 其实也是类似的 它是一个一个 鼾字往下掉落 但我觉得擦除呢 是比较适合学生 就是观看的这个 这个这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做高年级的阅读 会比较合适 有这种紧迫感 这个课文模板 也会给大家 那大家需要做的 就是把自己的课文 粘贴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说 可以简单的 然后在 我教大家 怎么去设定这个速度 那大家就可以用 我的课文模板 把这个课件 直接用到你的课堂了 好 有的时候我们会 随机的任务 让学生去进行 比如说 这是一个演讲比赛 那这个临时演讲比赛的题目 这是即兴演讲 我们需要抽取这几个题目 有五道题 对吧 那你呢 可以用这种方式 你抽到第三题 对吧 然后你 再想找一个学生 他说五号 那你就抽到五号题 这种情况可能在 课堂活动中会经常用到 这种方式就非常方便了 对不对 这个是 很多课堂活动 可以用到这个模板 或者你可以把生词 放在里面进行替换 还有我们会对班级 班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对班级进行一个小组的 一个分组 然后进行比赛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十道抢答题 一二三四 这个一共是十颗心吧 这十颗心代表十道抢答题 那呢 我们分四个小组进行抢答 抢答成功呢 我们给他点赞 对不对 然后最后来数一数谁的点赞数最多 谁的心最多 那这种模板可以运用到很多课堂活动中 竞赛式的课堂活动中 好 现在第一个题 现在是第二组答对了 我们点颗心 对吧 下一道题是第四组答对了 点颗心 第一道题 就是类似这样 这种情况 然后呢 我们最后来数谁的心 最多 好 最后我们说第三组取得了胜利 这个模板大家也可以拿去 就是直接可以用在课堂活动中了 点击之后 点亮这个心 或者你也可以换成别的形状 我昨天想了好多 我想五角星会不会 嗯 后来就有那个十字的那个小星星 我又觉得挺像那个十字架的 还是不太合适 最后就还是选择了这个红心 比较通用的 你们也可以做成这种像小汽车那种 一节一节一节往前开 也可以 嗯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做了一个 这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声词这一块 它右边的动画窗格是不是特别特别特别长 其实呢 它可以再简化一些 我们在做的时候 你嗯我在刚才在点的时候大家发现了我点T恤的时候T恤出现 我点衬衫的时候呢 就是T恤就没有了对不对 另外一种操作方法是我点衬衫的时候T恤还在 你必须把T恤再点一下去控制 就是它要控制两T恤的呃呃呃出现和消失就可以了 但是我为了让它看起来更流畅 我增加了更多的这个效果 当然这个模板做的越好 大家替换以后使用的那个感觉也会更好 可是自己如果做的话呢 是可以简化一些的 这也是为了那个达到效果 嗯 刚才说的就是说其实做一个模板不简单 还是要费一些精力的 所以老师们其实可以嗯 好好的用这些模板 然后有创意的话呢 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制作 这样能够减省不少时间 然后把这些创意 最终我们再形成模板 对不对 去帮助更多的老师 好的 这样的话就帮更多的人节省时间 刚才刚才给大家讲的都是PPT啊 然后呢 其实PPT有很多弱点 对不对 因为虽然它很方便 而且呢 嗯 刚才大家看到我的这个 那么长的这个动画窗格 为什么呀 是因为PPT它本身是一个桌面工具 它是个办公的 对不对 它并不是为客舰而生的 也不是为江湖而生的 它只有一个功能 让我不断的去挖掘 不断的去寻找这个逻辑 才能做到刚才那样的 我也很累啊 所以我就得去寻找新的工具 那么寻找新的工具的过程中 Flash是一个尝试 但是Flash已经被这个互联网 就被我们现在这个 已经被抛弃了 为什么呢 就各种不兼容 各种需要插件支持 所以呢 很多人已经弃用Flash了 而且它的制作 其实也是还是比较复杂的 可替用的模板也不多 然后我就开始关注H5了 H5实际上叫做HTML5 那我关注H5中间有一个过程 首先第一步就是 我把我做好的PPT PPT的弱点刚才说到了 第一是交互性不够 或者是说我要去挖掘它的交互性 我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努力 我做出来之后呢 这个我也只能在电脑上 在大屏幕上播给大家看 在手机上能用的话 它也得借用那个播放工具 那么如果说把它转成H5的话 是不是就能够很方便的 我刚才做的东西 就可以在手机上玩了 特别方便 是吧 我有这个想法之后 我去找这个PPT转H5的工具 最终让我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 我跟他跟这个PP将 叫PP将 那个PP将的创始人 我们认识了差不多两年 我就一直给他传我的PPT 然后转H5 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我做的PPT太复杂 所以呢 他们的产品就会不断的进行更新 来适应我的这个复杂程度 以至于现在我觉得 他们是在PPT转H5 这个行业里边做的最好的 然后他们 我也是他们的荣誉会员 因为我的PPT帮助他们 不断的进行这个bug的 这个修复 我们一会儿可以看效果啊 嗯 他现在基本上能做到 就是你在PPT里面 做的所有路径之类的动画 都包括触发 全部都能够 百分之百的还原 还原之后可以怎么样呢 就是说他就生成一个链接了 生成了一个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微博 可以在你的Facebook 可以在 WeChat 在在微信上面随意的去转发 对不对 在朋友圈转发 转发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在上面玩 甚至还可以进行统计 多少人玩了这个 这是很好的 这样就 把PPT的这个 缺乏交互性的这个问题 还有没有数据统计 对吧 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适应手机端的这个 使用 好 但是呢 PPT 毕竟还是PPT 对吧 哪怕他转成H5 那他制作的这个交互逻辑 还是太复杂 所以我就开始 也是在两年前 开始接触H5的这个 平台制作 我现在是一个 H5平台的培训师 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 因为我后续会介绍到 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跟着我一起 来做这个 来学习这个H5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介绍啊 首先呢 这几个 不管是PPT 还是PPT 转成的H5 以及专业工具制作的H5 他们都能够包容 就是所有的这种媒体 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软件 嗯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还是PPT 这还是在我的界面里边 然后呢 这是我万圣节的时候 做的一个游戏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玩过啊 然后呢 我右上角 其实应该还有一个 呃 计时 哦 我的速度快点 转一会儿 40秒过了 我就失败了 南瓜 先让我玩会儿 蝙蝠蝠蝠 有点险 树树树树树树 太久没玩了 不太熟 然后学生不熟的时候 他就会让 时间不够的话 他会让他再进行一次 城堡 最后一个是鬼魂吗 好 最后一个鬼魂 我们拿到了这么多糖之后 有人过来收糖了 然后呢 我们就点一下 糖果都被他带走了 这个时候我们能换取 一个钥匙 这个钥匙把这个宝箱 打开 我们就获得了宝藏 好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 H5 呃 一个用PPT做的 对吧 刚才我们看到了 这是PPT的界面 然后呢 我们 现在老师如果在 电脑端的话 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来进入到 这个用PP降 转化后的 H5页面 呃 大家可以记一下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3w.pp降 不是啪批降 3w.ppj.io 呃 如果说海外转化 有些问题 你有的东西想要转成 H5 你可以 我不知道海外访问的速度怎么样 然后呢 大家也正好帮我测试一下 看看这个 一会儿给我一些回馈啊 就是大家扫这个码 然后玩这个游戏的体验怎么样 好 它的好处在于什么呢 大家看现在我 sorry 这个链接好像错了 这是另外一个 好 我们就拿这个做例子吧 这也是用PPT转的一个H5 我们找找找找 找大 太 找不同啊 好 找到了 以后给你一个分析 我放的是这个例子 好 现在我们通关 第一关通过了 我们再来第二关 找不同 找不同 白 都有一个计时 找到了 第二关通过了 我们再来一个 第三关 好 我就全做对算了 这是我 这是我获得三颗星 这是一个H5 直接用 直接用我们的这个 直接用这个PP降 我把我做好的PPT上传上去之后 直接就生成这样一个链接了 这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如果老师们有这种交互性的也可以 好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 你可以在手机上玩 第二 你还可以打到这个大屏幕上 是吧 也可以在教室 跟学生一起玩 好 我们再看看这一个 这也是一个用PPT转成的H5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一会儿大家可以扫一下麻 这是圣诞节的 我放到第二个 声音有点大 忍受一下 那个 因为要造一个 这是它整个的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是有一个 有个鬼跟你说话 这个字体是特别找的 这个万圣节的字体 然后前面是一个词汇学习 这个词汇学习是 应该是带声音了吧 没带声音 前面没带声音 后面词汇学习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 复习 猫 树 城堡 蝙蝠 好 这个 然后再点这进入游戏环节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演示过了的 就不看了 我们刚才看的是前半部分 那这样的话 可以在页面上面玩 在手机上玩 效果非常的好 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一下 这个 它的 流不流畅啊 在你们的手机上玩的流不流畅 我去年 因为这是去年的万圣节的前一天做的 这一个 这个得说一下 就是它里面的素材 我都是在网上找的 这不是我们自由版权的 但是刚才我给大家分享的 那个衣服的 那所有的图片都是我自己公司的 手绘的 做了一些素材 所以没有版权问题 但这个里面的万圣节的那些元素 我都是在网上找的 因为素材比较好找的情况下 我一个下午做完了 那个游戏 一个下午的时间 然后第二天好像就是万圣节发出去了 我去年去美国的时候 他们说万圣节的这个游戏 我当时正好吃饭遇到肯塔基的一个老师 肯塔基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那个运营者 那个老师跟我说 当时我自我介绍 我说我是杨子思 大家没什么反应 后来突然有人说 万圣节那个是不是你做的 结果他们说肯塔基那个孔愿 当天大家都在玩这个 都在玩这个游戏 课堂效果特别的好 我也特别高兴听到老师们的这些反馈 应该就是说海外的速度还可以 那么这个情况下应该是还可以 好 那我们再看看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PPT 对不对 我们也看到了PPT转H5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 这是元小姐做的 我录了一个小视频 大家不知道看的时候卡不卡 其实也是一个逻辑 就是先教大家一些 跟这个节日相关的词汇 然后呢 再做一个词汇的复习 也就是点击发音 我们先看看啊 踩高枪 然后呢 点击发音 这是复习环节 我们这个元小姐的素材 相对找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因为它的红色不统一 所以大家等一下会看到一个bug 就你可以看到这个左边 有一些阴影 在不同的手机上 这个红色的识别率不太一样 所以呢 能看到它的一个影子 然后这个是 一点对了 就会获得一个元宵 点到了 他这是探照灯 先探照到哪 然后你去选择相应的词汇 我们看完这个案例啊 我讲的是不是还是有点慢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胃给狮子吃了 然后狮子给我们一个良好的祝福 缘小姐快乐 好 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个猜灯迷的一个小游戏 加了一个小练习 就比如说草地上来了一只羊 这我是在手机上的呈现效果 当然也可以在大屏幕 这也是PPT做的 然后再转成H5的一个效果 这个戴帽子的这么一个效果 好 最后成功了 放一个验化 好 我们再看看到底真正的H5 它跟这个刚才我们呈现的这些会有些什么不一样 我们还是来看网页版吧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手机上的录屏 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 我想把 哎 不能小不了啊 那就先这样吧 可能清晰度有点不够啊 然后呢 首先第一步是read 就是读对吧 然后这是我们自己公司手绘的一个绘本 我的眼睛很大 我的鼻子很大 可以往右翻 下面是有这个点的 看到了吗 有这个 我的耳朵很大 我的手也很大 我是 哎 什么都很大 其实它是一个小娃娃 对不对 这就是结果 好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的绘本展示 绘本是可以这样左右拖拉的 这是不是在PPT里面是办不到的 这是通过手势可以进行左右的拖拉 后面 好 这个read之后呢 也还有这个词汇 对吧 词汇 然后还有这个课文 我们现在学习的话呢 首先 这个熊有点丑啊 这素材当时不太 不太好 然后 手 这都是我们自己画的 稍微有些粗糙点 好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读课文 我的名字叫大大 这个声音很熟悉 对不对 就是我自己 我的眼睛很大 我的鼻子很大 好 这是我们的课文 好 然后呢 你还可以在上面去画一画 这个可以选择那什么 这个得用手去可以在上面画 画你你自己的那个娃娃 也有老师说这部分应该跟汉语结合的再密切一点 我觉得也是啊 这个应该有改进 这是我们做出的绘本的第一个 发出去之后收到了很多老师的这个回馈 好 像这个是进行一个拖拽拖拽 然后呢 我们可以不知道是怎么做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再回来 看到了以后呢 可以对他进行一个 同样的啊 这个游戏也是完全是为了好玩 其实应该跟汉语结合密切一点 做一个汉字拼图之类的就更好了 好 成功了 好 这个是拼图的 我们下一个呃 这个mission是跟这个跟学习有关系了 我们去选礼物 选什么礼物呢 我们点击这个购物车 我们给耳朵选一个礼物 那么选他拖动一下 对吧 给那选选选完了 我们给手选一个礼物 那如果选错了的话是没有作用的 给手选个手表 眼睛的话 我们给他选一个眼镜吧 往购物栏里边拖 然后嘴 这个肯定不行 这是红鼻子对吗 我们要给他一个冰淇淋 好 最后我们鼻子 给他一个小红鼻子 好 这样 学习的眼睛鼻子手这些就都有礼物了 我们就 这个就是一个在电脑上可以看 对不对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在手机上 我们同时也可以在手机上进行玩耍 这是在手机上的一个一个状况 这是一个录屏啊 好 我们接下来介绍我们的这个工具 H5制作工具 嗯 我其实从两年前我就开始接触各种工具 那大家知道其实新媒体啊 广告啊 他们做这个是比较多的 嗯 但是在课件这块确实还是比较薄弱的 就没有太多人用H5来做课件 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嗯 后来我接触木疙瘩的时候 就在就在前几个月吧 他们在中国的中小学做了一个高校 呃 H5设计大赛 我当时还想啊 这个 老师们对他的接受度还挺大的 我当时还 第一是觉得欣慰 第二是觉得哎呀 我起步晚了吗 结果后来我跟H5的这个 就木疙瘩的这个老板 他们是一个是清华的 两兄弟创业啊 一个清华的 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哥哥在海外 弟弟在国内 所以你看他这个海外的做的也不错 我这有两个地址 大家记一下 左边的是国内的登陆地址 www.mogoda.com 右边呢 是海外的登陆地址 如果右边登陆 第一个的话 那个是他们没有运营的一个网站 所以不好用啊 记住 如果在海外登陆的话 用右边这个CN 这个开头的 呃 我之所以最后选择用它来做课件呢 是因为我之前接触了EPUB 360 接触了IH5 甚至我交很昂贵的这个企业费去学习 然后学完之后发现 它不太适合我来教老师 因为老师对这个一个空白的界面上 太难了 我希望做到的是我的东西能够轻松的让老师进行替换 所以呢 我在最终选择了木戈达来做我的H5制作平台 因为里边像刚才看到的这个拖动的案例 呃就是 包括这个手写板 这些都是它自己自带的一个插件 所以你可以很简单的把这些内容植入到你的你的那个呃 你的你的课件里边去 好 包括这些语音识别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 就是说你可以进行 这是在网络不太好的情况下 因为是在国外录的 当时在莱比锡的时候录的这个屏 它是可以进行一个语音识别的 刚才看到了吗 喜欢 我们再看一遍吧 你首先听它的发音 然后你自己录音说喜欢 这个时候呢 它会把你的声音传上去进行识别 看是不是 对不对 好 然后对了的话 你再continue的下一题 所以说这种这种看起来比较高科技的东西 都可以很简单的去植入到你的这个H5的 作品中间来 然后再看下一个 这个是一个我 这是我给另外一个项目做的案例 我们打算用H5做一套产品 然后呢 这是产品中间的一个 就是我把汉字对吧 列在这 你可以点击其中的任何一个汉字进行跟写 汉字跟写 这是正在做的项目 然后呢 这个呢 是一个新自的练习 这在愚人节做的 这个是录屏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也是在电脑上可以看一下效果 4月1号的时候 我们来捉弄一下小明 好 我想去 其实我们就是给他选 我们 选的有的是对的 有的是错的 一会呢 他是有个 最后他是有答案的 有一个 有一个对你的这个题目的分析 一共10道题 好 他会给你一个解析 就是说你对答对了多少 这就答对了一半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汉字的行进字 我们不一样 这是很流行的一首歌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点击以后就可以 对比一下 这个北和这个比 是这里不一样 对吧 好 车和东 这个部分是不一样的 所以 这样的话就对学生的一个自行 对学生的自行进行一个强化记忆 好 这是我们做的这个案例 好 我们再回到 再回到PPT 我们回到这个PPT 然后呢 所以这是我录下的屏幕啊 录制的 在手机上看 是这么一个效果 我们再看看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购物的游戏 我们也是去手机端看 去电脑上面来玩一下 首先你说到一个购物的清单 所以看这个内容 你知道我们学习的是 衣服以及各种服装和他们颜色 以及他们的量子 对吧 我们现在去购物 我的第一个 第一个目标是绿色的T恤 所以来我们选一下 我们必须在下面找到T恤 对吧 找到T恤 找T恤之后呢 我们来选一选 红色的吗 是这个颜色吗 不是 所以绿色这样的话 就加深了对绿色的记忆 这人特别丑 对不对 也是 因为这不是我们手绿师画的 是这样图画的 所以确实挺丑的 有点恐怖 然后我们先忽略啊 然后裤子 我们必须到买裤子的这个专区去 我们给他穿上一条灰色的裤子 OK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去买一双红色的鞋子 我们找到鞋子专区 然后给他穿鞋 如果是错误的话 穿不上 穿上正确的鞋子 OK 最后我们要给他一顶黄色的帽子 我们去到帽子商店 给他戴个帽子 我先戴一下 假的 正确的 好的 错的 正确的 然后我们回到list 好 全部完成了 给你一个奖章 好 这是一个用H5做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比PPT的那个 它的交互性 更有意思 对不对 更好玩 有拖动 然后呢 有鞋子版 有语音识别 有各种高科技的 含量比较高 是吧 先把它关掉 好 刚才说的呢 是H5 那刚才说到PPT也好 PPT转的H5也好 还是H5本身也好 它都是一个整体的 制作一个完整客件的工具 对不对 当然它也可以制作资源 但它 重要的还是在 它是一个整体 现在呢 也有很多特别好的 做资源的平台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这是做素材 比如说我做视频 小美 最喜欢春天 拉拉拉 马丁喜欢夏天 我是莫莫 我喜欢秋天 我最喜欢冬天 这个其实是可以加字幕的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导演 汉影圈 汉影圈是我们公司的 现在正在打的这个品牌 然后呢 这个 这个皮影课是我前段时间 找到的一个非常好的制作视频 卡通的这么一个网站 非常惊喜 他们的公司也在北京 然后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 Vap Kit 跟他们有合作 可能有很多这个 英语学习的内容 是通过这个品课来制作的 大家去了解一下哈 就是在手机端 那你就可以做出这样一个视频 而且可以加字幕 刚才那四个的声音 都是我一个人配的 就可以配音 配音之后 你是可以对你的声音 做一个调整的 就是你要偏什么样的声音 都可以做调整 所以你可以一人分事多绝 而且呢 你发到这个App上面之后 有一个翻拍的功能 就学生可以看着 你做好的这个视频 去进行新的配音 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真的非常好 然后我在里面注册了 一个叫汉语圈 大家可以关注我 我也会持续的在上面 做新的东西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大家就可以下载下来 放到PPT里面 去给学生看 或者是其他的场合 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新的 这是另外一个吧 看看 哦 sorry 下一个 这个我加了字幕的 我叫马丁 这是我家 这是我们的学校 我家离学校很近 我每天走路回家 我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叫做 我们叫炮筒 我忘了那个英文是什么 我当时在国内登陆那个网站 特别的不流畅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做演示的一个网站 跟这个其实类似 但是呢 我们皮影课里边的这个角色 他的动作特别的多 然后你做这个 你选择这个动作 然后给他选 给他加一个声音 给他加一个行为 然后再给背后加一个场景 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了 刚才这个也是我配的 还可以配出男孩子的声音 对吧 然后这是也是一人分事两绝 看一下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没关系 你想喝什么 我没带钱 今天我请客吧 好 这个跟刚才相对来说 有一些镜头的转换 所以可能会做得更好玩一些 他他很专业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做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这种皮影课制作的 他这些东西都是 你没有版权的 你不能拿这个去做 商业操作 只能放到网上进行分享 就是在这个皮影课的APP上 也可以把视频下载下来 你看视频的前后 都有他们的logo 所以没什么问题 这是我跟大家 那个共享的这个皮影课 我们说的是一个小时 但是呢 今天因为还要教大家怎么替换 先到这里 然后一会儿再教大家怎么替换 这个呢 是我的工作号 工作号 这里面就没有我的个人一些东西啊 然后签个名 很高兴认识大家 然后呢 大家可以加一下我这个工作号 然后如果想了解我的生活的话 再通过我的工作号 加一下我的微信号都可以 然后我中间休息休息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换我的模板的话呢 我们就接着再 再看一个案例好吗 石超可以吗 杨老师 呼叫主持人 我在我在 那个有老师问说 能不能把你发的 第一个二维码再发一次 他们有没扫上 第一个二维码 稍等啊 等一下 我的电脑有点慢了 第一个二维码 对 应该是 是说那个 是这个吗 应该是这个 这是这个 这是个游戏 对对对对 大家也可以测一下 这个网速怎么样啊 其实现在PP降是跟我说 它的海外网速不行 然后呢 H5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就是后面的那个 H5是没问题 但是PPT转H5这个形式 跟他们的服务器有关系 应该是 好的 行那咱们休息三五分钟 我就简单说一下 我们那个 怎么在我们平台上 获取这些培训讲座 还有资源下载的信息 以及咱们 我们即将上架的一些 免费的和付费的一些 PPT资源 还有培训课程的资源 然后杨老师这边休息一下 然后这边请我同时高折 把老师们提的问题 可能挑一些给杨老师发过去 然后最后十分钟 大概有问题的话 咱们解答一下 没有问题的话 老师们就可以休息了 我先切到我这里了 收一下我的screen 各位老师好 我是石超 很快的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做了几个平台 一个是微信的 一个是email的 一个是YouTube 那大家可能更多的人 看到我们这次培训的信息 都是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看到的 那这个平台除了发送我们 汉语教学培训的信息之外 还有一些关于 好书的推荐 这个招聘的一些机会 但主要是北美的 还有会议的一些提醒 比如说美国的一些重点的 学术会议 中文大会 还有一些 节日祝福等等 邮件也差不多 那现在我们微信的关注量 已经3000多人了 希望大家还能再多多支持一下 让我们这个平台更加的壮大 另外就是YouTube平台 YouTube平台 您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 PhoenixTree 就是凤凰树的主页 那我们往期的培训的这些视频都会在这个上面 不全会 大概一半吧 因为这个可能征求主讲的意见 在培训的两周之后会上传 方便大家看回播 但是我们还是鼓励老师们能够更多的去现场收听 因为您知道有的时候 如果直播没有看到的话 你等着他回国 等着等着就忘了 再简单说一下 这个微信平台 这几个板块 我们里边很多教学的文章 真的是写得非常认真 比如说关于AP中文考试的 关于怎么在美国求职找工作的 还有关于一些好的作者 和一线教室的专访的 包括还有一些文化方面 比如说在故宫修文物 这些可能和汉语教学没太大关系 但是却可以丰富您的这个知识储位 另外就是招聘传送了 现在已经做了第28起了 已经推了100多个职位的信息 也真的是帮助很多北美的老师找到了工作 我们还会继续做下去 如果您是北美的老师 您的学校现在正在招聘的话 也可以把信息发给我 我会把它分享给全美的老师们 让学校和老师们能够更快的对接 这是这个北语社北美分社平台的 公众号的二维码 给大家十秒钟大家可以扫一下 好就到这里 如果有没有扫上的话 回头可以私下里联系我 我就再简单说一下 我们这个网站应该是 说一下这个网站 phoenixtrees.com 这是我们的新网站 如果您想找图书的话 进入到网站之后 点这个shop online 就可以进入到图书界面了 左边有详细的分类 无论是幼儿园的 小学的 中文沉浸的 中学的 大学的 还是文化DVD的 还是这个分级读物的 我们现在有600多种分级读物了 所以足够您教学使用 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然后如果您说想看哪本书的 样张的话 只要选中这套书 点一下quick wheel 在这个书的下面就有 详细的这个样张信息了 我们尽量都在十张以上 让老师们能够更全面的了解 这套书 某一套指定的产品 如果您需要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书的话 加到购物车里面 就可以付费购买了 可以用paypal或者是credit card 都可以 这是图书的一块 但重点呢 我想说的是 我们能打造的一个 course专区 也就是培训课程专区 这个上面会发布 一系列这种免费的视频 比如中国文化的 你可以上课使用的 还有比如说 这个中国的故事的 还有这个 一些我们往期的培训视频 都会发到这上面 你可以点击免费观看 那接下来呢 今天因为杨老师 他也讲了宏观的介绍了一下 PPT制作 H5这个制作的这个方式方法 但可能更多的是概念性的 更多的是展示性的 如果您想具体的学习的话 将来我们已经和这个杨老师 已经进入了一个深入的合作 那我们将来会打造 一系列的这种PPT制作的课程 我想这些资源呢 您不要觉得好像 我做这个是不是只能是 就是用教学上使用 做的事情还挺长的 另外它是不是很难呢 就是你看杨老师 他本身 他不是工科出身 不是理科出身 不是计算机出身 他就是中文专业的 他都能做的这么好 我想他能 您也能 另外呢 做好了PPT 您在对学校的这个 汇报工作的时候的展示 还有您在和其他的这个专业 这个同行在交流 做web的这个会议的时候 都是可以利用上的 而且您以后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才能的话 我们也想要请您 帮我们的精品的教材 或者是读物 制作专门的PPT交案 这些我们都会给您付费的 给您付给您稿费 都是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这是我们的这个 课程专区 给您展示一下 比如说这个 你点击的话就可以观看了 这是一个视频的展示 这边Chines Emotion 打开之后 就是我们之前的 Emotion的讲座 回到每一个视频的主页 您可以看到各个讲座的封面 包括武统讲坛的 往期的视频 点击它 就可以看到往期的一些 培训的视频了 点击就可以直接观看 如果您是在国内 可能会有一点卡 这个也请老师帮我们测试一下 另外有些视频 我们是练的是YouTube 可能您在国内看不了 但是北美的老师看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延迟 或是卡顿的 另外就是Resource专区 这个我们计划会上架 大批的教学PPT资源 还有交案资源 供您下载 一部分是免费的 还有一部分是收费的 这个回头 欢迎老师们来点击下载 大概是这么多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都愿意给大家解答 这是我的微信号微码 有先生老师可以加我一下 好那我继续把时间 交回给杨慈兹老师 就一些老师们提出的问题 给解答一下 高哲 高哲在吗 我说话能听见吗 能听见 他要把问题给你了吗 给我了 好嘞 那我再把 大家有时间的话 我等一下告诉大家 怎么去进行 每一个案例的替换 然后首先呢 回答一下大家 我刚才看了 咱们网站做真好 可惜我在国内访问 不是特别流畅 特别是看视频什么的 挺好的 谢谢 谢谢 这也是我们 当时向老师表达敬意 我现在首先解答一下老师们的几个问题 第一呢 是分享HSK笔顺档案 这是肯定的 我当时本身就是给大家 我看看我在这儿 我之后会给给师超他们发过去吧 给师超老师他们发过去 一并给大家 三百多个汉字的笔顺拆解 应该有一些老师是手头上可能都已经有了 我是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分享的 然后大家有了这些素材才能够一起玩起来 对吧 所以这个基本的东西应该给大家 我在把这个资源发出去之后 这应该是前年吧 前年发的吗 然后发出去之后 其实后期我就看到有老师真的是用我的那些素材 有做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第二呢是 笔字放在画面上给大家展示 先选哪笔再选哪笔 有挑战性 说得很好 那如果说想降低难度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笔字的这个 就类似一个描红的一个格子放在下面 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 这个建议非常好 当我们批量做的时候呢 一定要用这个方法 非常好 第三是看图说词 可不可以同时出现图片 一定可以 因为我是 我演示的那个万圣节的 和那个元宵节的 其实都是有点击那个字之后出现声音 嗯 其实就是多放一个配音进去 没问题 因为你就是有个触发器 点击之后 这个声音就会播放 嗯 我们之后 我再做下一个案例的时候 或者是说我这次先把我的案例整理好以后再给大家发 我会把声音加进去 好吗 语法的展示 差点有了 没有就没有 没就对 这其实也是一个点 但是为了让大家就是做题的时候能够很清晰的 哎对 你您说的这个也是一个点挺好的 然后呢 我主要是给大家区分一下那个结果的问题 就是好的结果 坏的结果 嗯 所以可能是两个不同层面对这个差点和差点没的一个理解吧 一看就是很有经验的老师 谢谢啊 然后 嗯 就 我不太清楚这个转发什么 H5吗 H5 我H5它的呃 根本就是它是一个链接 对吧 它就是一个链接 所以说你能够转发链接的地方都能够转发H5 PBT转成H5有什么好处呢 那现在如果说我在群里面在微信上面分享一个PBT 大家打开以后可能就像PDF一样是静态的 对不对 你看不到所有的动态 你也不能进在放映的模式下去进行玩耍 愉快的玩耍 你可能需要通过一个办公软件的那个安装 你才能够在你的手机上看 而且呢 它不是一个链接 所以它还占了很大空间 对不对 占你的手机空间 可是如果把它转成H5以后 它就成了一个挂在网上的一个链接 这样的话呢 你在手机上可以非常轻松的转发 非常轻松的在手机上进行操作 所以这是H5的好处 然后刚才展示的链接练习是用什么工具 那 大家能听到吧 能听到吗 然后我的这个工具就是刚才给大家展示的H5木疙瘩 就是刚才展示的所有H5制作的内容 我给大家放到那一页啊 我是这个平台的培训师 PPT是一种 然后H5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平台了 是需要有一 我觉得如果想学习H5的话 最好是先有一些PPT的基础 然后呢 这个H5这是它的网站 这里面大家可以先自己去了解一下 这里面它也有自带的教程 介绍它的一些基本功能 那我做H5的这个培训主要还是以安利入手 一个一个安利来讲解大家怎么做 怎么去替换 怎么去做自己的东西 刚才有的包括写字啊 包括这个拼图啊 都是用这个平台来做的 另外是用高阶的汉语写作方面的课件案例 写作其实比较难对不对 因为写作一般它是需要需要写 需要去去看去模仿 如果你有好的建议呢 我可以在PPT上去实现 但目前来说 我没有很好的这个写作案例的课件 希望大家就是现在收听的 如果有写作方面的能好更好的 用PPT更好去呈现的这种想法 可以跟我联系 然后皮影 皮影课是叫皮影课 对吧 这个皮影课的话 其实你就在 在这个苹果的App Store对吗 还有它也有网页版 直接上去找就可以了 百度或者Google找到它 它都是免费的 如果有自己的场景要上传的话 可能需要付费 那里面有比较丰富的场景 但是也不是说特别够用 有的还是找不到的 那个所以如果你想上传自己的 自己的场景的话 就需要支付一些费用 是这个情况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 有FB社团吗 请问是不是那个 因为我是在国内 所以呢 我这个Facebook这块 没有做运营 我是希望能够在那边 开一个Facebook的那个专业 然后把我的链接放上去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有 但是目前人手有限 我也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算了 先不说了保密吧 然后那个苹果客户端制作软件 说实话 我除了手机 Pad用的是苹果 我的电脑用的是Surface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PPT 所以呢 喜欢我们的这个Office 这个工具 因为因为苹果的那个自带的 是叫Keynote 是叫Keynote还是什么 它是没有触发的 它没有这个触发的功能 不知道现在没有开发 总之以前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在Office里边 2005年版就已经有 2005年的时候 我开始接触到PPT 它就有已经有 我现在可以做到的这些 这些功能了 所以我觉得Keynote 它里面不太注重交互 我没有什么研究 所以不能回答您的问题 制作软件 您可以到网上找一下 好的 还有别的问题吗 H5啊收不收费啊 这个问题 不收费 它是一个 你就是可以注册 注册之后呢 你可以去练习 因为我自己是会员 非会员的话 它应该是有限制 比如说 你只能发布多少个作品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如果您想 您想就是大规模的 去制作这个H5 你可以跟我联系 然后我这边 其实也是跟 木戈达这边有合作 公司方面的合作 训练营的培训 可以远程在线接受 对对对 H5的这个训练营 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做成录播课 而且我用的那个 因为是培训师的这个身份 用的H5的那个账号 跟普通账号不一样 我的那个账号是可以 下面可以有50个学员 50个学员呢 是可以跟我共享一些案例 然后呢 我可以把我的素材 全部放在里面 大家一起用这些素材 来做作业 这个正在我的规划中 我是希望能够 呃 5月 现在已经是5月了 起码在5月底之前 能够出 能够出一两个 能够出一两个 呃 就是录播课 然后让大家先看看 呃 而且这个 如果是学H5的话 一定是一个系统的 呃 所以 而且限制人数50人啊 目前还挺多人感兴趣的 因为我们 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购物啊 包括呃 购物的那个案例 还有小明同学 捉弄小明同学的那个案例 我们的阅读数都有5000多 就是这个 这个H5有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在后台看到它的 阅读量 而且能够收集数据 比如说呃 还可以登录啊 就是说你可以让学生经营登录 登录完之后 你可以知道哪个学生做了没有 成绩怎么样 都可以实现这种 它的功能特别的强大 有机会再跟大家细说 因为今天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 都是在讲PPT对吧 呃 没有别的问题的话呢 我现在想要 给大家展示一下 替换一个东西有多么的简单啊 来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的模板 我们这里有个对对碰模板 我们以这个为例 把这个讲完以后 大家就可以休息了 可能都累了吧 然后呢 呃 我现在 我们现在先演示一下 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外套 衬衣 衬衣 毛衣 OK 好 这个案例是OK的 我们现在呢 怎么进行替换呢 大家注意看 左上角有个开始 对吗 开始 再往右走 这有个选择 选择 往下走 一个选择窗格 这个很重要 把这个打开 打开以后 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我对所有 我的一个命名 这个圆角是 这个我没命名 这是一个进度条 我没有命名 其他的我都给他进度条 我们也可以改的 比如说我们想把它变成 叫进度条 进度 进度框 我们可以命名的目的 就是说你以后再做这个PPT 或者再利用它去 做新的东西的时候 能够很轻易的找到一些东西啊 好 我们看看这个有个遮罩 实际上这个遮罩是个按钮 好 这些遮罩呢 我们暂时不用 因为我们好不用的情况下 看怎么怎么做啊 我们把它给隐藏掉 有个小眼睛对吧 我们把眼睛隐藏掉 现在我们看外套 外套和它是对应的 我们现在去替换一下 更改图片 就这么容易 来自文件 好 我们现在把它更改一下 我们这有个替换的文件夹 我要把它变成功夫 现在这是汉字外套 那我们替换汉字功夫 好 我们把这个功夫替换一下 好 现在这个是衬衫 那我也是找一个图 拳击的图 然后呢 这衬衫 我们把它 一定要一对一对的去替换 不要搞乱了 不然的话它就不能消失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最后一个 这是图片 我们替换这个花雪 啊 sorry 这这些图片都是我们自己 自己画的 是个非常棒的手绘师 也给他打个广告 然后现在呢 就都替换完成了 这就是 然后再把它全部显示 就这么简单 但是当然图片素材 你可以找我 也可以自己在网上找 对不对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功夫 对吧 拳击 对 拳击 OK 滑雪 是不是很简单 一两分钟的傻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 呃 有更多的创意 我们一起做更多的 呃 这种模板 来为广大的老师 节省时间 所以首先第一步就是你学会替换 这个没问题吗 对不对 我也看不到大家的反应 其实这第一次做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线上讲座 还是挺尴尬的 就是对着电 对着这个屏幕自嗨的感觉 也希望还有机会能够在线下跟老师们面对面的进行探讨 好的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呃 呼叫主持人 主持人在这儿 哦 谢谢 你都没学会了吗 主持人 主持人在认真的分比基础 你都没学会 这个谢谢杨老师 精彩的讲座啊 我我 不用谢 了解的差不多了 但有些细节的东西 还希望你能尽快的把这些详细的课程制作出来 安利制作出来 我们赶紧上架 这样老师们 还有我们 我们很多同事也都想学习 好的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也谢谢各位老师的收听和耐心 我们下期第十期的培训信息会在我们邮件和微信平台发布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那今天就到这里 各位晚安